尊敬的各位评论老师好,我是参赛者范城清玄,我来自越南,是流动大学的一名留学生。 在流动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鼓励支持下,我深感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。 同时,也非常感谢各位评论老师给我这次展示自己的机会。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心中的种子,绽放的梦想,过到汉语学习之旅。 多一门语言,多一个世界,多一种人生。 这句话如同一座灯塔,为我指明了方向,引领我走上学习汉语的道路。 我为能够学习汉语而深感幸福,因为它,我得以走向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,得以感受到不同的人生体验。 当我还是个七万岁的小女孩时,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汐游记,就被那些栩栩如生的角色和引人肉上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。 这极大的激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。 后来,我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。 每一本书都像一扇窗户,让我领略到更美丽壮祸的风景。 虽然,影视作品和书籍为我们练绘了一个绚丽多彩的中国,但我知道真正的中国远比这儿更有活力,更立体,生动。 于是,我在心中悄然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,去中国学习,全面地了解中国,亲身感受到中国的魅力。 当我上高二时,这个美好的梦想,激励我由南而上,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,开始学习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,汉语。 随着我学习的逐步深入,我越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 我迫不及待地想来到中国学习,体验真正的中国生活,于是,我不断地努力学习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1年9月,我正式成为鲁东大学大家行的议员,开始在中国学习,那个16岁时深埋于心的梦想,一闪战风。 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这些年里,我一次又一次被它的美丽所震撼。 中国的美,不仅体现在风景和环境上,也已现在悠久的历史,身后的文化底蕴上,还已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。 他们性格温和,热情好客,在那些深处都有着对国家的热爱。 在这里,我不仅学到了知识,更受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。 我很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,让我渗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风俗。 在未来的热静里,我将继续努力学习,为传播中国文化,共享自己的力量。